他們的名字按照現在的憲法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台灣已經沒有舉辦所謂獨立公投的問題 只有洪宜在講統一公投的問題 所以台灣如果真的要辦統一公投 沒有人會反對 我發現我就是中國反對 所以當時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像AIT在跟民進黨的人接觸 我也都經常講 如果沒有人來舉辦統一公投 美國政府不可以辦統一公投 美國人有什麼反對 因為阿強跟美國人說 台灣人要辦公投 你要拒絕 為什麼 因為統一公投辦下去一定是不統一 更坐實了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現狀 台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的憲法跟我們的國家 本身的現狀不一樣 所以民進黨一直在主張說 我們的憲法要改成什麼 下心下書的憲法 所以我坦白講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立場 但民進黨的主張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未來跟中國發展怎麼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是必須經過2300人 大家有一個共識 這個共識是什麼 是台灣共識嘛 我知道我們國來有接受人在主張所謂的統一 這個沒有市場嘛 對不對 但是多數人的台灣人認為台灣應該要獨立 台灣應該要維持現狀 這個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嘛 所以馬總統假如是真的是國家的領導人 你就要跟中國講清楚啦 我們的民意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台灣的主權獨立的狀況是什麼 不是含含吾不講什麼 什麼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個都不講 在說什麼不懂不獨不武 人家問你說那你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 滿久都不敢講 所以這個是有失一個國家領導人的一個高度嘛 是 來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就是今天我去聯合國的網站找出來 這其實是Member State 就是說那個什麼聯合國的會員國 這樣 那麼這個啊 Date of Admission 它加入聯合國 被獲准的這個日期 那這是國名 會員國 第一個國家我相信應該是阿富汗 阿富汗斯坦 這樣1946年 可是那個1946年那個我們就不講了 我舉的是1990年以後 這是1993年叫做安多拉 阿富汗斯坦 我是說這個國家我相信不懂 阿富汗斯坦 再來1992年有一個叫亞美 這個亞美尼亞嗎 亞美尼亞 就是那個蘇聯 對 蘇聯結體之後 解體後 對對對 分裂出來了 這個是 亞塞拜蘭 亞塞拜蘭 亞塞拜蘭是中伊亞 中伊亞 前蘇聯的國家 1992年 亞塞拜蘭 這樣 然後呢 這個是波西尼亞 這個是波西尼亞 對波西尼亞 1992年 這是南斯拉夫出來的 然後這個是 克羅艾西亞 92年 這是捷克共和國 對捷克 這樣 那這是91年 這是北韓 北韓 我想這是北韓 加入聯合國 所以他不是獨立出來 但是他加入聯合國 那這是喬治... 應該是喬治亞 喬治亞 92年 也就是蘇聯 分裂出來的 蘇聯的 那這是哈薩克是不是 對哈薩克 哈薩克 92年 這是哪一個啊 吉里巴... 吉里巴... 應該是那個... 不是不是 吉里巴提啊 吉里巴提 這個沒注意 不好意思喔 那個國家就說 可能台灣也有一個官都沒有 我們就沒有加這個聯合國 看起來越嚴重 越看越感慨 這的是... 對一個國家 什麼斯坦 欸... 怎麼一個斯坦大概都是中亞 那個... 塔吉特 不是... 塔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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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拉托維亞啦 91年 這是... 列治敦士登 列治敦士登 這是...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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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馬歇爾群島 馬歇爾... 好 這是... 摩納戈 嗯 這是... 蒙特尼尼戈羅 蒙特尼戈羅 好 這樣 那... 這是... 納密比亞 對不對 應該是非洲 納密比亞 在非洲 這是莫魯 對喔 這是... 這個... 柏柳 柏柳 好 莫魯連靠了一萬人而已喔 這個什麼 全國一萬人而已 你不要說... 不要跟我們已經心了好不好 那我們的邦交國 對喔 這是南韓 這是南韓 嗯 這是... 馬... 馬... 這個... 這個還真不知道 這個... 蛤 徐老師你怎麼知道這個嗎 我知道 那不知道喔 OK好 那大家拜託晚上查一下 哈哈 這個是... 聖馬利諾 聖馬利諾 在義大利旁邊 這是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 這是... 斯洛伐克 是不是 斯洛伐克 對 斯洛伐克 喔 這裡斯洛伐尼亞 對 這是... 南蘇丹 最新的 2011年... 2011年7月14日 加入聯絡國 南蘇丹 南蘇丹 好 那這是... 瑞士 2002年加入 這是... 塔吉克 嗯 這是... 前... 南斯拉夫共和國 喔...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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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 還有... 這個... 東亞 東亞 還有這個是東亞 嗯 這個是... 東... 這也是叫中亞 什麼... 東... 什麼斯坦 德文尼斯坦 嗯 土阿魯 土阿魯 這樣好 那我這樣講... 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是真的去找 90年到現在 總共有36個國家 加入聯合國 嗯 大家有大家看到嗎